那么我们再搞清楚了一款产品我们究竟是为谁设计之后呢 我们得探讨一下这款产品我们究竟设计的是什么 可能大家会有个疑问 我都明白了这个产品服务的用户是谁 那他需要什么功能 我们就为他做什么功能呗 其实不是这样 那么在我们具体进入功能设计 或者说具体的一个用户使用产品的交互行为设计之前 我们应该去分析这个用户使用产品的一个场景 以及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场景去定义用户的需求是什么 那么场景剧本到底是什么呢 这其实跟我们接触到的电影中的场景其实是一回事 那么在电影剧本中我们一般会去描述一个电影的 具体这个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 以及他背后所需要做的事情 整个的一个这段故事的一个过程 以及这段故事最终的一个影响 比如说我们设计一个小偷抢银行 这样一个故事 那么小偷银行职员 这就是构成这个故事的人物 那地点当然就是银行了 那小偷在银行会干什么呢 他会去比如说拿枪去要挟银行的职员 然后去打开保险柜 那么最终的目的呢是从保险柜里把钱拿到 然后逃跑 那这样一个故事呢 我们就通过这样一个场景剧本呢去描写 那再说的通俗一动一些 我们可能很多同学喜欢看漫画 那漫画的这种分隔式的漫画呢 它是通过静态的图片 来表达一系列的故事 那么这些图片呢 你可以理解成它就是这个整个发生的故事中的一个截图 一些对某一个时刻的发生的故事的一个截图 所以说我们这里的场景剧本呢 很类似于像漫画中的这样的一个 风格漫画的这种设计方式 那么一个场景剧本呢 它就是以某个用户角色的角度 通过一个故事描述其理想的体验 并由此开始设计 我们整个设计的过程呢 也是从场景剧本开始的 那么说到场景剧本呢 其实在很多传统的软件行业呢 都会有一种用力的设计 叫做用户的一个用力 那么用户的用力呢 大致是这样一个形式 比如说一个银行的客户 他上我们的银行的网站呢 他会查询取款转账这些操作 那么这些操作之后呢 都会有一个打印回质 告诉用户 告诉这个银行的客户呢 究竟操作成功没成功 那其实呢 这是一个站在用户角度的一个功能 他能做什么功能的一个图形化的表达 这是一个用力 那么我们在这里强调的场景剧本和用力有什么区别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段话 在某某时间 某某地点 周围出现了某某事务时 特定类型的用户 萌发了某种欲望 会想要通过某种手段来满足欲望 那么这样一段大白话呢 其实更能够形象的表达出 一个用户在使用某个产品 或者满足他的欲望吧 这个角度呢 整个的发生的前因后果 所以说场景呢 场景的分析呢 是一种更加接地气的分析 和描述用户需求的方法 那么比较起呢 这种传统行业的用力图呢 首先呢 在传统的用力图呢 它会提供的是一个功能性的列表 大家可以看到查询 曲馆 转账 这都是功能性的 那么这种功能性列表呢 所使用的描述方式呢 往往是以程序为导向的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什么 前面我们所讲到的 系统的一个模型 它并不是用户的这个心理模型 那么 这种功能列表所描述的行为呢 往往是以程序为导向的 所以说比如说像商品列表 支持按照价格从低到高排序 这就是一具比较的 程序化的一种描述手段 那么这种弊端是什么呢 这种弊端呢 是因为这种结论呢 往往是因为啊 我们去研究一些竞争对手的产品 或者说我们自己呢 站在一个专家的角度呢 去分析这个产品应该具有什么功能 往往呢 它脱离了用户的真实需求 另外呢 像这样的一种描述手段呢 那么对于设计师而言呢 它就不能够直接的体会到呢 这个功能是为了帮助用户实现了什么目标 我们只知道这个功能是什么 查询区块转账 我们却不知道 一个银行客户呢 经过这一系列操作 它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比较起的这个场景剧本呢 但是这种场景剧本呢 又是从具体的用户 也就是人物角色的角度呢 定义了产品行为的一个迭代手段 其中呢 不仅包括了系统的功能 不仅仅是一些功能 也包括这些功能的优先级 以及这些功能呢 以用户所看到的 和用户如何与系统交互的这个角度呢 来表达 也就是它能够很好的反映了交互的整个过程 所以说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看整个一个场景剧本 它所包含的这些部分 我们为什么会包含这些部分呢 我们从这个问卫尔先开始 那么这几点信息呢 其实是统一的描述了需求产生的一个环境 从这些环境信息呢 可以分析出诱发这些需求的条件 以及呢这个需求产生时的一些环境 比如说在候机厅 候机厅里用户看到手机的电量过低了 会想要充电 那么基于此呢 可以分析出用户呢 是在电量低的这种情况下呢 是因为电量低被刺激到 所以想要充电 当时呢 它所在的位置呢 是候机厅一个充满了电器 但是没有插座给乘客的一个地方 那么户 户呢 就是代表人 那么需求场景呢 还需要分析 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有这种需求 它有什么样的能力呢 可以潜在的帮它实现目标 按照前面的例子来说 那坐飞机的 有手机的这部分用户呢 就可能会有这种需求 因为他们下的飞机呢 一般都是先第一电视 打开手机 联系家人 报个平安 然后或者联系别人来接机 或者呢 使用手机查看一下当地的天气 当地的新闻 需要 当 对需求的描述呢 有一些注意事项 那就是某种需求背后呢 往往还有更深层次的某种需求 它只是这种需求的一个解决方案 比如说想给手机充电了 是一种需求 但其实它背后的需求呢 可能就是打发无聊 给家人报平安 看目的地的这个 这个地儿的这个天气预报呀 地图呀什么的 所以说给手机充电呢 只是这些背后需求啊 用户自己能想到的一种解决方案 所以说不断一层一层的分析这个需求呢 可能帮助你呢 能够更清楚的了解用户到底想要的是什么 那么一旦满足某种需求呢 实在太难 满足它背后的需求也是可以的嘛 比如说假设在后期大家听提供充电 这种方式比较难 那么还可以向用户提供电视 比如说提供带信用卡功能的公用电话 因为我们前面发现这个用户呢 平时喜欢带零钱啊 带带信用卡出门 因为一般坐飞机嘛 长度旅行 我们肯定要带着钱带信用卡 就是带信用卡 我们可以提供这种公用电话 刷信用卡的公用电话 或者呢提供呢 比如说航班一降下来之后呢 我们就直接提供当地的一份报纸 能够更好的了解当地的一些新闻 这都是一种 满足不了这个及时的需求 可以但是呢 可以其实真正的满足一个用户本质需求的一个功能点 Method Method呢 是用户现有的一个解决方案啊 把现有的解决方案呢 清晰的描述出来呢可以帮助呢 我们呢能够去判断竞争对手是谁啊 这种竞品呢 往往不渐局限于同行业 只要目标需求一样的就是竞争对手啊 所以说 例如针对获取地的信息这个需求 卫星地图的竞争对手呢 可能是指指地图啊 指南针 或者说我们路上随便啊 能够问路的这些人啊 给我们指路的这些人啊 有的对竞争对手的了解呢就可以更明确的知道呢 这种用户的需求呢是否存在 强度如何 我们的新方案有何优势啊 对方是不是弱爆啊 等等等等 所以综上呢 我们只要做到了 把用户的 问 where who design method 通过这样的一个据事呢 在什么时间 什么地点 周围出现了什么事 事物啊 以及特定类型的用户是谁 他萌发了怎样的一种欲望啊 他想要通过什么手段呢 来满足这种欲望呢 我们就能够很好的描述出这个用户的需求 那么这种方式也是非常的接地气的啊 能够很直白很简单的 让所有这个项目组的参业人员呢 都能够好好的理解到啊 你对这个用户需求的一个分析啊 那么他就比起我们之前的这个用力图呢 更进一步的啊 能够说明很多背后的问题了